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家好像比较伤心 胖完之后胖了20斤 而我身旁的古主播呢 我还没有细细问过你 好像基本上没有这个体重的变化吧 其实我有胖2斤 但现在又减定 就是慢慢瘦掉了1斤 哇 你真是太幸福了 简直就是上天赏你这口饭吃了 没有啊 其实我也是享受 就是瘦到我之前比较瘦的状态 可是你知道减肥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难了 其实张晶晶在之前的综艺节目当中 我有看到她胖的状态 后面瘦的状态我也有看到 然后她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减掉20斤 多大的毅力 好了 话不多说 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看看 减肥成功以后的张晶晶究竟是什么样的模样呢 近日张晶晶与袁红夫妇现身上海出席某活动 最近在某观察类真人秀节目中 张晶晶半个月减重20斤的新闻 引起了观众们的热议 谈及自己的瘦身历程 张晶晶表示 主要为了接下来即将出演的新角色 因为有接到剧本了 所以再为后面的那个角色再做一些准备 因为有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那个剧本 对 很恋爱的哟 海老公元宏则在现场爆料 之前有因为张晶晶发福才找她的戏 张晶晶就果断拒绝了 我太太一瘦下来 各种剧本分着她来 她之前有一个剧本 她是明确剧了的 因为找的那个角色是一个胖子 胖女孩 她说就是我不能演 因为我作为演员 我可以为这个角色胖这么多 但是你说因为我胖小我不行 我觉得这是一个演员的评件 我可以因为一个角色去增肥 把她吃成个胖子 或者用一些地体承转 但我不能因为受不下来 而不得已去接一个胖女孩这样去 近日演员黄轩现身上海 为某品牌活动站台助阵 由500别克指导黄轩 陈鹤 杨彩玉等演员主演的电视剧 《瞄准》即将与观众们见面 在当天活动现场 黄轩就开取宣传模式 和观众们介绍起了自己的作品 我以前拍过也是相关动作的电影 所以我对《枪械》还算是比较熟悉 操作起来没有那么陌生 很开心 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而且人很随和 很好相处 经常在现场我们会开玩笑聊天 然后收了工也会一起吃饭喝酒 算起来这次的电视剧《瞄准》 已经不是黄轩和杨彩玉的第一次合作了 谈及两人的再度配合 黄轩也在活动现场表达了自己的感受 杨彩玉是第二度合作 这次就更加熟悉了 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拍摄很开心 他也是一个非常敏锐 非常有表现力的演员 我相信他未来也会带给大家更多有特点的女性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有不少代播作品 不过黄轩依然没有停下工作的脚步 新电影也马上要开拍了 这位挑战的角色 可能就是我下面即将要拍的一个电影里的角色 将来大家会看到的 昨天王立坤现实上海出席某活动 不久前由王立坤黄锦鱼主演的都市情感剧《三生有幸遇上你》发布了片花 让影迷们十分期待 在这部片中 王立坤所饰演的是一名女保镖 对于在音频前多数呈现柔美形象的王立坤来说 可以算是不小的挑战了 其实比较有挑战 因为对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也是我挺喜欢的吧 然后也跟自己反差比较大 因为大家看我可能比较瘦弱天息一点 怎么去演一个女保镖 这里面可能有自己要去训练 然后学一些自由搏击体能上的东西 同时也需要大家的配合 包括我的对手黄锦鱼主要配合我 他摔得很惨的样子 虽然挑战满满 但王立坤却表示挑战之下有不少收获 其实每一个角色他或多或少都有收获吧 开玩笑地说 我说我收获最大的是 我扛起了一个比我高达威猛很多杯的人 但其实在角色的拍摄过程中 我们彼此都会收获很多 乐凡天综合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 我们东南卫视所主办的东南公益之星的活动 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是的 记忆福州站 泉州站 张州站 莆田站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三名站哦 大家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家里面有5到12岁 有才艺 爱表演 而且热爱公益的小朋友 都可以来了 现在是机型的观众朋友也可以通过扫描 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入到 H5指定的网页填写信息 来参加这个活动 同时也可以通过线下报名的方式来报名参加了 而同时我们还要特别感谢阿一波食品 对于本次活动的大礼之时 好紫菜 阿一波 是的 在这里特别声明 本次活动的东南卫视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做东南公益小世界传递满满正能量 我们等你来哦 好的 接下时间我们同样也要看到的是 有关于一部青少年题材的电影 名字叫做踢球吧少年 近日青春励志体育电影《踢球吧少年》在北京举行启动发布会 近年来不少和体育相关的影片逐渐走进大众视线 比如今年春节党即将上映的《中国女排》 还未上映就已经赢得了广泛关注 当天活动现场 电影《踢球吧少年》主创们就表示 同样也希望为中国体育电影《天专家瓦》 体育题材的这个电影 其实在国外呢 有很多很多非常成熟的片力 我相信大家也都看了不少 但是国内的过去这个领域 一直是比较累吧 但是这几年随着咱们中国电影的发展 各种各样的题材 各种各样的类型 不断地涌现 这两年呢 有很多创作者 包括徐奥 刚才提到的 陈富青导演的《中国女排》 有很多创作者都关注 这个运动题材的电影 我呢一直也是想把 我喜欢的足球 我热爱的电影 做一个有机的结合 因此就能今天这一部 电影踢球的少年 影片踢球把少年 以足球运动为载体 希望激励青少年 对体育运动的热爱 进而为推动 中国足球事业的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当天活动上 不少人也是纷纷给出建议 希望通过影片 传递体育精神 首先一个说体育电话 我有很多朋友 就在最近这几年 都在跟我说 我要拍一部电影 体育大 足球大 我都劝他们里面是什么 因为很多这个体育电影啊 就是什么呢 玩家节目训练 流血流汗 最后拿一冠军 结大欢喜 哎 俗了 那个套路 你吸引不了任何观众 观众知道 对吧 但是如果我们把 我们的这个 武器教育中间 这些有意思的事情 把它开决出来 把它生动地体现出来 应该说 既会吸引人 又会对我们开展 足球运组 又很好 推进作用 又会对社会 对青少年 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 那么这样 我相信我们这部电影 就会在资奖上 和票房上 得到双双双 昨天由杨立新指导 龚立军牛立等人 主演的喜剧 他们的秘密 在上海首演 并开放了媒体谈判 一众主创团队 琪琪现身 分享创作幕后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是杨立新 首度指导女性喜剧 在北京首演时 就获得了极高的关注 这戏指导起来很幸福 因为大部分都是女演员 我们这个戏排起来 真的很流畅的 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因为这个当中 我们俩人 还有北京人意的 其他的戏 我们这个真是 时间仅仅不重 但是效果非常不错 我们相信在上海 一定会比北京的效果 还会好 曾获得中国话剧 金师奖表演奖的演员 龚立军 此次在剧中出演了一位 在家中拿主意的大姐 这个角色对龚立军来说 是戏路上的又一次拓展 韩吉饰演的感受 他直言非常过瘾 我是演大姐的 所以他们都得听我的 出主意 蔫坏的也是我 这戏演特别过瘾 所有人就是 没有遇到这么好的喜剧剧本 所以接到这个剧本 也挺欣慰的 就是也抓住这个机会 然后开拓自己的戏路走 所以很喜欢演这个戏 很快乐 而牛立这次在舞台上 扮演的是一位演员 此前牛立已经和杨立军 有过多次合作了 不知这次一起排练喜剧 他俩感觉如何呢 我演的就是一个演员 角色就是一个演员 所以挺戏剧化的 这是一个喜剧 然后感觉还挺好吧 跟杨老师合作 第一次 第一次他做导演 演戏是好几次了 好几次了 对 所以杨老师在 自己做演员 做导演是对 对杨老师来的一切样子吗 我觉得其实他更适合做导演 是吗 不是说你演戏不好 就是说我觉得他做导演 总体把关啊 包括看我们的戏 都看得特清楚 然后他马上给我们 做一示范以后 我们就知道 哦 恍然大悟 近日演员吴尊现身上海 为某品牌发布会站台宣传 前不久 吴尊刚刚过完自己的 40岁生日 此前他在微博上 晒出了自己 对于年龄的感悟 在接受采访时 吴尊也表示 希望当下的自己 能够事业健康 两手抓 我觉得 可能就是每个十年 都会想说 哎 我这十年 我做了什么东西 然后接下来的十年 我想要做什么东西 所以就会去构思一下 那可能想要跟大家分享嘛 然后也希望说 我接下来的十年 可以就是 不但是在事业上 有成就 在自己的健康上 也可以就是 更好的去照顾好自己 对 谈到健康这个话题 吴尊也是耿直表示 养生要趁早 而对于自己的寿命 吴尊也是野心很大 我觉得我 养生这个东西 就要从年轻开始 对 因为我自己本身 想要就是活到 一百二十岁 对 我希望自己 可以很健康 可以陪伴家人 更长的时间 所以 健康很重要 家庭生活上 吴尊可谓幸福漫漫 他的一对儿女 更是受到了不少观众喜爱 随着女儿 吴欣怡渐渐长大 不知道吴尊 介不介意她长大后 进入演艺圈发展呢 我觉得 涅涅她假如要进入演艺界的话 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 我一定要当她的经纪人 对 假如其他人当她经纪人 那我可能要 再构思一下 对 那当然她假如很喜欢 然后她觉得 对她来讲是 有挑战 然后又开心 我觉得是OK的 只要最重要她的读 要先把书读完吧 乐凡天综合报道 广告之后 欢迎回到 布町台乔迈翠翠 独家冠名播出的 娱乐乐凡天 我是小鱼君神 大家好 我是谷祥 10月25号呢 又有部新的电影 要跟大家见面了 名字叫做 《催眠才觉》 而这部电影呢 是由张翰和张家辉 共同职演的 是不是很想看这部电影呢 如果想的话呢 告诉大家 乐乐凡天给大家送福利了 我们将送出去的 就是电影票了 如果想得到电影票的话呢 请赶快关注我们 一乐乐翻听的 官方微博进行互动呢 就有机会得到咯 而最近呢 还有部电影 在热映当中 名字就叫做 《犯罪现场》 这部电影呢 也是古天乐和萱萱 时隔18年后的 首度合体 那最近呢 是在香港举行的手印里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近日古天乐 萱萱 薛凯奇等人 现身香港出席电影 《犯罪现场》的手印里 这也是继《寻情记》之后 古天乐和萱萱 相隔18年的再度合作 当天现场 两人一出场 居然就开启了 相互吐槽的模式 拍戏的时候 他说话不听 有吗 他不说话会死的 你知道吗 你们最搞笑的就是 他从到信祥 到离开拍戏的地方 一直说话的 没有 你不要听他说 就算他去西小家一个人 他也会自己说话 薛凯奇在这部戏里 首次挑战反派 也是同样引人瞩目 据说他这次在片中 还有不少的动作戏份 那我所谓的动作戏 就是被人打我 然后因为deep 他会踢我 那那时候是挺害怕的 因为他真的要 他放了一个 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类似于沙包的东西 在我的背后 然后他不断地踢 然后导演就要求说 你一定要死尽地踢 才会真实 然后因为那个沙包 它的宽度就是 类似于就是两个手掌 这么宽而已 这么长而已 然后我就求deep 我说你得要踢 踢准一点 因为如果就是踢到我了 我就怕 我真 我真是会 会残废了 受伤了 那所以 但他还蛮准的 对 除了这种特殊的动作戏份外 听说薛凯奇 这次饰演的角色 也挺悲惨的呢 这个戏里头的哭是比较 比较惊雄一点 就是有的时候 我之前演过很多爱情片 那些哭是因为就是 悲伤而哭 然后这个戏 我是本来做一个坏人 然后真正看见了 我的同伴 我的搭档 开始入魔了 开始杀人 然后杀人的时候 是非常的残忍 然后那种金带的哭 我觉得他是开始有点疯掉 然后我的角色到 到尾巴的时候 他是开始有些精神病 对 日前徐振熙 现身南京出席某品牌活动 牛达参演的电视剧 十年三月三十日 近来刚刚结束热播 他在剧中饰演的 深情大律师赵成志 就给观众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天回忆起拍摄的 那段经历 徐振熙就表示 其实我认为每一场戏 每一天都非常有趣 都非常有意思 那么不知道 接下来徐振熙 有哪些工作计划 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那接下来就是 今年上半年 刚拍完的 《九州天空乘2》 还有一部行政探案剧 《恒记》 那应该会在明年 和大家见面 然后因为工作 休息得差不多了 然后马上就要进组了 希望明年有更多的作品 去拍摄 2021年和大家见面 日前模特 木村光熙现身广州 以代言人的身份 为某品牌新品发布会站台造势 身为旅游达人的光熙首次来到广州 当然少不了要大秀预言天赋 他首先又流利的中文打招呼 迅速将现场的气氛加热了 大家好 当天的活动以拥抱世界为主题 希望号召更多的消费者关爱自然 一起为修复生态 及保护自然环境出一份力 让世界多一点绿 而木村光熙也笑颜 自己很喜欢被大自然包围的感觉 除了热爱旅游 热衷公益之外 当天现场 光熙还大方分享了自己 充满正能量的日常生活 欢迎来到玻璃海台 长得翠翠娱乐小微镜的环节 这些答的问题就有机会 拿到我们奖品了 来看看昨天问题的正确答案 就是豆硝 恭喜一下的朋友 获得是玻璃海台提供的大力包一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节目的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画面中的这个人是谁呢 知道答案的朋友 可以登陆到我们娱乐乐翻天的 官方微博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的话 就有机会获得海的味道 我知道玻璃海台所提供的大力包一份了 是的 节目最后告诉大家 如果想得到更多的音视频资讯的话 可以登陆以下的网址 或者可以手机下转过海窝TV就可以了 今天节目就这样 明天同一时间 让我们继续相会在娱乐乐翻篇 再见 明天三会了